小時候啊 因為胸部小 所以同學常常都會給我取一些綽號 比如說像太平公主之類的 入了社會之後啊 跟朋友跟同事私底下出門的時候啊 也不太敢穿像很性感的衣服 因為變得很沒有自信 所以也不太敢常常出去 所以跟朋友跟同事相對來講 距離就會漸漸拉遠了 因為我本身是專櫃人員啊 所以會幫顧客化妝 保養 也透過知道說化妝跟保養 對女生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美麗的男緣 我之前啊 上網啊 看到一些案例 那我覺得一些風修的效果 覺得比較像石頭奶啊 或是說像買工奶 兩邊大小甚至也比較不自然 比較不一 後來看到優美在網路上風修的案例 覺得他們都形狀非常漂亮非常自然 於是我就想說啊 去透過諮詢的方式 去問問看 然後達到我心中的目標跟夢想 我自從做了風修之後啊 以前跟朋友逛街就只能買T恤 跟寬鬆的衣服 完全都不敢挑那種有曲線的衣服 可是現在啊 買衣服都可以買 就是洋裝啊 然後都可以露一些修行 然後變得很有自信 那自從變得很有自信之後啊 朋友跟同事實際下約我出去 都會出去 那自從出去之後啊 朋友啊 異性緣 同性緣都大幅提升很多 所以於是我覺得整形就好像化妝品一樣 可以當你一個女生變得更美更有自信 所以我相信整形不只是額外可以完成你的夢想跟目標 它也可以幫助你整個人可以變得更好 所以相信自己給自己一個機會 可以變得更好更完美